最後跟大家介紹這個叫拋棄式信箱 為什麼要大家會用 因為呢 你現在用很多服務 有沒有都要求你註冊 那你都用你自己的信箱嗎 因為他現在註冊很多都是要求 寄封啟用信件 你一定要能夠收到之後 你才能夠啟用嘛 所以很多人就用自己的 那我也只能跟你講 收到垃圾器應該的 對不對你用真實身份啊 那麼我們一般像這個 很多 公家機關是不是都有神秘課的 那種 尤其是對外單位有沒有 會做一些所謂服務調查 那你好意思用公家機關的 那個 信箱去做註冊嗎 這樣人家就知道你是誰啦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關鍵字你就Google一下吧 Google一下 你有些地方 不太適合用你真實身份進去的 或者那個地方有危險 對不對 你就用這些信箱就好啦 那我大部分比較喜歡 10分鐘的 有沒有看過那個 Machine Impossible 收到任務之後 自動銷毀 所以我點一下進去 點進來 馬上就會產生一封 一個信箱 一個信箱 這樣有看到的嗎 有沒有 那往下 你要收發信件就在這裡 就在這個地方 收發信件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10分鐘之後就自動消失 有沒有發現 倒數計時了 你只要留在這個畫面 你只要留在這個畫面 你剛剛點進去 就在這裡面 收發信件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那萬一10分鐘之後 還沒有收到他的信怎麼辦 你就告訴他 神啊 再給我10分鐘 我還用一下 了解了 反正 這隊的服務很多啦 我只是比較 常用這個10分鐘的 可以嗎 那他時間到了 或者你把這個頁面重整 這個信箱就失效了 就找不到人了 OK 所以這個適合就是有時候你要深入險境 或者是你只是臨時 稍微測試一下 用一下嘛 那就可以試看看 大部分的服務是不會打 但是有某些服務 確實會打 比較嚴謹的 他有可能會擋掉這些 所謂的垃圾性產生性牆 但是 我想 偶爾 我想都還是有這個需求 畢竟 你真正去升級性牆 走掉一些時間嘛 這樣就可以產生 很多一些臨時性的 偶爾需要的 可以試看看 除了10分鐘的 其實還有什麼 有一些是 呃就是那種 一點點 那個叫做 更長時間的 你看我往下 我有介紹 往下 10分鐘的 對不對 再來有這個的 他可以指定一定的 時間的期限 好比如說他最長好像是一個月 有沒有 也有 所以這個是 給大家 參考看看說 萬里你真的有需要 就可以使用一下 這樣 我們今天 就介紹到這邊 還可以接受嗎 可以啦 好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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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